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象级电影的产生宣告了 中国电影正在迅速崛起 往日里那些让我们羡慕的 别人家电影的大场面和特效 如今也实现了中国制造 今天聆听两岸特别节目 光影岁月致见经典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电影后期是如何把镜头前的平凡 变为奇幻异想的世界 2019年暑期党 一部国产动画电影《燃爆院线》 续写中国电影崛起的神话 它就是哪吒之魔童将士 这部电影上映之后 口碑不断发酵 最终拿下49亿元票房 位居中国电影票房排行之二 这部电影的成功 是许多中国电影人 共同努力的成果 其中就有负责电影后期 调光调色的天工异彩 成立于2006年的天工异彩 是一家为影视娱乐市场 提供全流程一站式 专业制作服务的 民营影视科技公司 在业界代表着 中国电影制作的前沿水准 王璇 是北京天工异彩影视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 正是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 致力于补足中国电影 后期特效的短板 伴随着中国电影的成长 他也开创了一番 属于自己的天地 今天欢迎我们的王学王总 能够光临到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 共同来探讨我们影视界的这些 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 说起来今年暑期 我们最应该说 最吸引人注意的哪吒 然后从放映当天开始 基本上是一天两个亿啊 这个票房 属于票房和口碑双丰收 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个成绩 而且我知道我们的天工异彩 就是在哪吒这片子里面 担任调光 对 对于我们电视间 有些很多朋友来说 对于这个调色我们知道 调光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细节它的重点突出的在哪里 给我们来说一下 调光跟调色呢 其实一般都是我们生活中比较的俗称 大家为了可能便于理解 可能一般讲叫电影的调光或调色 那其实它的比较术语的一个叫法呢 是叫数字中间片的调光 英文其实就是DI 那我们一般呢 就把这个环节叫成了调光 工艺的角度上呢 其实调光跟调色 它其实都是来源于最早的 我们胶片时代的这些叫法 就一直沿用下来 只不过因为可能在我们 09 08年到10年左右吧 这个大量的胶片时代 像数字电影制作时代的一个转变 我们现在呢 其实叫数字中间片调光调色 它把它的工序呢 换成了在数字化的处理方式上 在数字的这个环节上来去做这些事 专业人专业是好 如果往通俗的说 我们观众百姓所看到的 没有调和调过 它的差别是在哪里 怎么样会更好看 差别就是女孩子 你们一个用美图绣绣 一个不用美图绣绣的差别 差别大了去了 只不过可能讲 我说美图绣绣是平面的 基于我们平面的照片 在去做的修饰 然后呢 那我们调色或调光呢 它是基于我们动态的视频 但其实你打开我们的工作的时间线 你其实发现我们工作 也都是在一帧一帧的画面上 它依然是一个静态的图片 只不过是这么多静态的图片 做了一个集合 你在大荧幕上看到的是动态的视频 所以这个就通俗欲等的 我把调光 电影的调光或调色是怎么一回事 我说清楚了 那么哪吒这个是怎么个调的 包括我们整个的工作周期啊 是个什么样的 哪吒呢 首先它是一部动画片 那其次呢 它又是一部电影 所以这个呢 哪吒呢 我们的工作呢 它是要基于你的动画的 动画的一个制作流程上 我们再去还原到一个电影的工作流程 有的可能观众会好奇说 那动画电影和真人电影有什么不一样 它其实是蛮不一样的 你制作流程上来讲的话 比如说呢 我们如果是普通的电影 我们有实拍素材 有演员啊 留在现场的这些东西 实在能看得到的 但动画电影呢 基本上都是 纯粹画出来的 纯粹画出来的 我们的数字中间 这些调色是 所有的环节的最后一步 所以为什么 比如说饺子导演讲的 真的在中国做动画 非常的难 它有太多的团队 在没有看到 任何实际的画面的情况下 你要配合着创意 要一帧一帧地去做 做出来这个效果 让导演看 是不是满意的 你才能形成动画电影 它没有可参考的演员表演 全是自己去创造 所有的这些团队 创造完了以后 那要回到 我的团队内部 我们去做这个 调光跟调色的 最后的一个 把关的环节 有的时候可能好奇说 那动画电影 它为什么可能找一个电影 做电影公司 来去做这些事情 其实就是 比如说我们 网剧跟电影的区别 拍剧 它的要求的制作的水准 和做电影的水准 标准是不一样的 那哪吒它其实是为了更多的还原电影感的东西 所以到最后 选择天空一彩 作为合作伙伴 来完成带有电影质感的调光 而且你们是最后一道工序 最完美的呈现是在你们这儿的 所以到你们这儿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挑剔感 应该是更强的 对 因为在这一步呢 导演是可以看到所有的制作方 完成的每一场戏的画面 所有全部成型的 全部成型的东西 包括动画的特效 包括其他的环节 那在我的大荧幕上看到这些东西以后 导演也好 或者咱们剧组工作人员也好 跟着我们调子师 一起来在大荧幕上 来去调整每一个环节上的不足 特别是光感 因为我们说呢 电影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它会向往 就是因为它带给大家 是一个视听的感觉跟享受 你的电影是有质感 那我们看到的电视的画面 跟电影的画面 一定是感觉是不同的 嗯 你再何方也有多少意义 我不甘心 如此足落下去 再把光芒 当我口响定律 风不流下了泪 引起我的注意 如不呈现 也有什么关系啊 快乐不需要等到明天 下一秒都觉得遥远 如果自由可以不被剪断 好吧永远的做个神仙 那这个其实就是调光调色这个工序流程 带给最后观众们直观感受上的不同 即便现在有的可能电视已经到了4K 甚至在高一点的可能有8K的转播技术 但是你没有经过电影的工序的加工 我们看到觉得 感觉差点意思 对 它可能是会蛮实况的 但它肯定不是电影 因为你的颜色肯定没有那种质感 对 而且我们在跨一部电视剧拍得好的时候说 它像拍电影一样的拍电视剧 对 是对它最高的一个褒奖 对 对 所以这就是动画电影 这感觉是怎么来的 对 那我们在这块的时候呢 在哪吒的过程中呢 基本上我们用了将近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吧 然后来处理这个调光调色的整个过程 那也是配合着咱们哪吒剧组 然后一起来完成的这块的工作 所以到了这一步的时候 基本上呢 就导演跟着我们调色师 一起在我们的调色棚里面工作 然后每一帧哪吒画面的细节 我们去修饰 是不是光感 如果不对了 我们调光 如果是需要加颗粒感 我们要加颗粒感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套流程完成下来的 所以这就是电影级别的调光跟调色 它在做的事情 他们是一家全流程电影制作公司 画片上呢 是我们华语电影历史上 我觉得魔幻题材的开创之作 他们为中国电影奉献了众多佳作 这个时代呢 我们中国本土的从业者 电影从业者和本土公司 逐渐的是在赶潮的过程 不停努力 只为中国电影的崛起 中国人特别是本土的公司 我们 我们是有民族感的 天空异彩创始人之一 王璇作客聆听两岸 讲述中国电影人的坚持与努力 聆听两岸 还原商界翘楚的人文情怀 分享文化精英的生活哲学 本来都是一生命的武器 这是过气的事情 说戏的导演一定是外行 在共同完成画皮2的后期制作过程中 四家不同领域的电影制作公司结盟 于2013年联合成立了天空异彩 作为目前国内唯一一家 同时囊获金像奖 亚洲电影大奖 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的 电影后期技术公司 他们展现出的强大制作能力 收获了一届同飞 成为国内电影制作公司的佼佼者 大奖 从成立开始到现在 参与制作的作品太多了 太多了 数过来 从什么1942啊 唐南大地震啊 花皮二啊 风声啊 中国合伙人 鸡大师 我不是发电链 等等等等 众多大片在里面 在这样一段 发展历程过程当中 给我们来解读几段 不同的这个概念好了 在天空一彩的历史上 我觉得可能重点的 几个发展阶段 或者是几个片子 我这里要提一下 第一个呢 是花皮二 花皮二 这个应该是在 2011年左右的电影 其实也是因为 这部电影呢 当时的其中参与的 这四家公司呢 整合在一起 所以其实它是 有一些过往历史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花皮二呢 是我们华语电影历史上 我觉得魔幻题材的 开创之作 我们能看到 当时在花皮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花皮一的时候 中国终于有了一个 魔幻题材的电影 飘望效果不错 然后呢 才有了花皮二 到了花皮二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 巅峰了 巅峰了 所以当时在 11年上映的时候呢 我们跟着 吴尔善导演 从参与了特效 花皮二的特效 花皮二的剪辑 花皮二的调光调色 当时这几家公司 都是共同参与到 花皮二 各司其职 都用上了 所以你看我们 这种类型片的突破呢 国内的 当然现在都是 天空一彩下面的 这个公司了 最早的也是第一批 接触到这种 魔幻大片的概念 中国的这种大片开始呢 最早 业内对它的定义 其实是比如说张艺谋导演的 这个 就是我们 比如像 卧骨唐龙 我具体的 比如像卧骨唐龙 这才开始有了 大片的部分 然后到了可能 07年08年左右 唐山大地震 集结号 我相信大家都有印象 然后到了 11年 那就是 花片 所以这套团队是我们 等于是一直在 延续做大片的团队 花片做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在13年这家公司合并成立了这个整合成立了这个天空一彩 第二个呢 这是第一个十点点 第一个项目 第二个呢 就是 我们在这个2015年 那又做了当时的这个寻龙诀 寻龙诀呢 我印象中当时是 将近20亿左右的票房 在2015年 而且这个片子口碑特别棒 对 很多就是 观影者是说 你要看这个片子 你绝对要 一定要去电影院 看什么 就是看那种不停的体验 给你看那种特效的感觉 对的 对 你在家是没有那感受的 是的 所以做完了许龙诀呢 当时业内呢 对于许龙诀的这个标签 或者是定位 它是说我们华语 就代表华语电影史上 最高工业化水准的一部电影 就是一个至高的褒奖 对 无论是从票房成绩 从我们的观众口碑 还是从最后的这个 整个影片的效果呈现的部分 我觉得是无可挑剔的 所以当时天空一彩 包括天空一彩整个团队呢 是许龙诀这部电影的 整包公司 后期整包公司 我们也是在当年呢 率先给业内提出了 后期前置这个概念 用后期前置来去 这个概念的影响下去 来做的整包的管理 所以呢 沃尔山导演 当时我们跟他又一起 完成了他的这个 下一部这个巅峰之作 其实就是这个 许龙诀 当然他现在在做风神啊 那个有可能又是 另外的一部 又是一种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挑战 总在不断创新当中 对 导演时代不停地挑战 是 我们也伴随着咱们 华语电影的这些 一线导演们 公司也好 天空一彩也好 也是在不停地向上去 完成这种挑战 所以15年以后呢 天空一彩呢 等于就具备了这种 整包跟管理的制作能力 所以你看画片 带给我们的是 四家公司走在了一起 成为了一个一战式全流程的 后期服务公司 熊龙诀带给我们的是 一部项目做完以后了 我们制作实力没得说 那在管理跟 管理的这个管理能力上面 又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高 再往后面呢 就是今年的19年呢 我们又是给业内率先提出了 叫后期城市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做了上海堡垒 从最初16年开始 到一步步走下来 应该说天空一彩 在这个业内所走到的每一步 也应该是我们这个电影产业 非常扎实的每一步 也在看到每一步 不断地发展 不断地前行当中 没错 从最初刚开始起步 那时候当时是那样一个状况 到现在 现在每年我们国战电影 应该说引以为傲的 骄傲和实力 每年都会出现 一大批现象级的一种作品出来 现在你觉得我们 国内的这样的一个 后期制作 后制的一个水平 和国际的先进 有怎样的差别 我们的特色在哪里 我客观上承认 我们是有差距的 因为这个呢 美国的电影行业 或者电影工业 他们有百年的发展历史 那我们刚才讲了说 国内的电影的发展的历史 没有那么长 我们电影其实经历过几个时代吧 第一个呢 像这个 由这个 无声到有声的时代 很早了 一九零几年的事情 比如说 一九零一年的 定军山 那可能是咱们的 第一部叫有声的 对吧 戏剧电影 戏剧电影 又经历一个时代呢 是黑白到彩色的时代 以前可能我们看到 我们三十年代 很辉煌的上海电影 这个时代就是 大家也去 也有看电影 去看电影院 但是它就是黑白的片子 然后第三个呢 其实就是这个 交片到数字的时代 前两个时代 基本上全都是 外国人在引领的 因为他们最先诞生的 这些技术 那到了这第三个时代 我讲就交片到 数字的这个时代呢 我们看到一下 美国的柯达 也倒闭了 然后呢 这个时代呢 我们中国本土的 从业者 电影从业者 和本土公司 逐渐的是在 赶超的过程 因为这个时代 离我们很近 对于我们来讲 很公平 我们离着 好莱坞没有那么远 因为 也许可能 一两百年前 可能隔着大洋比 就信息传递有问题 但是现在信息很 很方便 这个时代 刚刚来临 不到十年 中国的电影人 是在不停地 拼命地在去 赶超我们的前辈 赶超我们的领先者 所以有差距 但是这个差距 是在组策建的 缩短跟缩小 那我再讲一讲 哪块可能会有差距 我举个例子 可能一方面呢 三大块吧 第一块呢 可能从投资体量上 但凡呢 好莱坞电影呢 基本上 差不多能归到 大片行列的 一亿美金起的 投资体量 我们一亿人民币的投资 基本上这都 已经可以定义为 在市场上的大片 那中间你能看到 有很大的 辉率的差距 所以因为你的 投资体量不一样 那你给到 脱效行业 或者给到制作行业的 肯定就是 成几个倍数的缩减 那但这个是 我们解决不了问题 我觉得这要交给 市场去 交给电影 电影制片公司 去努力 这是一块差距 第二一块呢 是那我们的从业者 本身的素质跟水平 因为 以前呢 落后在 我们的设备部系 硬件跟转件 但是现在已经跟 好莱坞是通用的 没有任何的代差 那这是靠花钱 可以解决的问题 我们很好地解决 剩下的部分 更多就是在这里 idea的部分 这一块 我们必须要客观承认一些 说我们跟美国是 有一些差距的 为什么会有 它其实 又跟我们电影行业没关系 跟整个教育行业的部分 因为可能 比如说 西式的教育 它可能对于艺术 对于美学 从很早的时期 就开始去培养了 那 在我上学那个年代呢 可能 比如说家长们 重视着说 你要学好数理化 但是对于你美学啊 包括这些艺术东西 可能要求没有那么高 可有可无 但是你看现在的孩子们 大家都很重视说 你可能五岁左右 就开始给你报班了 学钢琴 学小提琴 这个是说明 我们社会在变迁 这个部分的一些调整 它其实能够反扑到 我们教育行业 接触艺术的人 学习技术人越来越多 你的体量就有了 所以这个还是要等着 我们整个的社会在前进 我们一点点 伴随着教育行业的进步 我们影视的制作行业 也会从里边 能反扑到很多的东西 逐渐人的这些 涉及到创意 涉及到感觉 会慢慢地弥补 会越来越跟西方 缩小差距 但是我们强的地方是哪 我们强的地方是 中国人 特别是本土的公司 我们 我们是有民族感的 就我们不是纯粹的 企业或者是商人 我们可以为了 华语电影的进步 工业化的电影的前行 我们去在很少的 预算情况下 我们去做更好的效果 我们可以跟着导演一起 拼命努力地熬夜 日夜地去加班 陪着你一起完成 咱们华语的电影作品 但是这个你放到海外 是不可以的 我们可以为情怀 去奉献一切的 对 或者说他们也可以 但这个东西跟钱有关系 那特效 一部电影的特效来讲 所谓的好与坏 其实就跟两个东西有关系 一个就是钱 你的预算够 那肯定那是不一样的效果 对 第二个呢就是跟时间 那这个时间就是 说白了你的制作周期 我们还要在合理 更更就只能说要弥补 说咱们要赶快上映 我们就只能 没日没夜地加班 我们要付出比西方同胞 更多的时间去做 这个已经成为 我们的工作常态了 是这样 是的 所以这也就是 我觉得本土公司 或本土团队身上 它的优点 我觉得这就是 回答咱们主持人的问题 就是说 那我们的差距 跟西方在哪 然后我们的优势 就是靠这个 可以慢慢地缩短距离 对 或者是我们这代电影人 已经在尽力地 来去这么去做了 当然整个华语电影 特别是咱们国内电影 它也在进步 我们确实有些 工业化的流程 包括各方面 没有像人那么完善 我觉得不光是 我们制作公司这边 一些制片公司 包括发行的这个部分 依然也要提高很多地方 但在大家共同努力 我相信一点点的磨合 我们会把这个 工业化的制作的视频 会逐渐地带上来去 所有的电影人 共同努力 是的 包括所有的民众们 也是努力 对 好的 谢谢